本期视频我将教大家五种摄影技巧 让你拍出更美更失意的风铃幕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专注分享摄影改后的影像派 我是影像居阿文 今天我来教大家五大拍摄要点 让你们轻松拍出更美更失意的黄花风铃幕 第一个要点选对天时 拍黄花风铃幕最佳时机 当然是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的日子 一方面空气能见度比较高 拍出的片子更加的通透 另一方面充足阳光照在花上 色彩明度更高 更能凸显风铃幕那种标志性的亮黄色 视觉上会更加的震撼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张是阴天拍摄的风铃幕 而这张是晴天拍摄的 两张照片巨大反扎 不仅体现在背景上 还体现在花朵的颜色上 晴天拍摄的黄花风铃幕 显得更加的耀眼 在视觉上也更加有美感 要点二选对主体 没有叶子的风铃幕会更加的特别 更美 叶子多时容易使画面显得混乱 在视觉上形成干扰 花期时的黄花风铃幕 枝条叶书 建议挑一些枝干上 没有叶子的花来拍 不仅看起来干净利落 而且更能表现这种花的独特魅力 要点三 选对角度 这里将介绍两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个是用广角来仰拍 第二个是极端角度 当我们遇到树枝形态比较好看 花朵绽放密集的风铃幕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广角来仰拍 以展现其气势 你看到的这两张照片 都是用广角端 蹲在风铃幕的树下 向上仰拍的 再来看极端角度 所谓的极端角度 就是不能以常人的视角 来去观察这个世界 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降低机位 寻找不一样的视角 下面这两张照片 都是我将相机放在地上 以贴近地面的角度来拍摄的 第四个要点 选对背景 我们选的背景 以简不以凡 由于风铃幕枝条较多的 这种生长特性 拍摄的照片 容易显得很杂乱 喧兵夺主 拍摄时要围绕主体转一圈 找到更加单一 更加简洁的背景 比如这张照片 我是以远山作为背景的 这样看起来 风铃幕的主体地位便凸显出来 而这一张是最常见的 是以天空作为背景的 第五个要点是巧配文字 文字旨在画龙点睛 贵金而不贵多 过意单一的背景 如果处理不当 容易使画面失衡 适当的配上少量的 具有美感的书法字体呢 可以提升画面的审美档次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也可以增加些许春天的失忆 下面这两张照片都是我配上了 自己手写的书法字体 不仅可以打破单一画面的那种单调感 也可以使画面更有美感 更有失忆 好的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我长按点赞 这里是专注为您分享摄影干货的影像派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